各位好 最近回答一下就是 最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可能也大家很关心的议题 这个议题是我最近应不应该卖房子 应不应该卖房子 身为一个仲介呢 那你告诉我如果我说不好呢 那是骗人的嘛对不对 这有为我的本业 但是呢 我分析一下最近值不值得卖房子这个事情 给大家听听看 那你不一定要同意 但是你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 跟整个目前市场的状况好不好 为什么很多人最近想问我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们看到好像在这一两个月呢 其实lockdown完之后房子涨了9点多个percent 就平均价涨了9点多个percent 我只是说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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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奥克兰最近长得有点疯狂 那如果你现在拥有房子值不值得卖呢 我个人觉得嘛 我个人觉得嘛 要看情况 所以你不要只是听外面的人说 可以啊要卖房就赶快充来卖 不是这样子的哦各位 我讲几个几个条件 如果你的房子符合这几个条件呢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符合这几个条件呢 放了就好了好不好 那第一个什么条件呢 如果你的房子现在是很稀缺性的 就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譬如说你的地点很好 地很大 房子很破 OK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因为最近很多人出来买这种房子 那很多开发商 那很多小开发商 或者是很多这些 稍微资金比较多 愿意把地买来存的这些人呢 出现了 OK 如果你的地房子呢 你的物业有稀缺性的话 第一个我记得稀缺性 各位 那就是说 几个地点的几个重点的稀缺性 第一个你的房子比较大 啊不是不是想说 sorry 你的地比较大 或者是你的地点特别好 OK 地比较大 地点特别好 房子破没关系 各位房子破没关系 那我举几个例子 最近最热门上新闻的消息 就是阿尼肉 147号阿尼肉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业主 630万就愿意卖了哦 630万就愿意卖了 结果买到了 结果卖到了800万 卖到了800万 OK 所以华人很厉害 又造就了一个富翁 OK 那最后两个去竞标的都是华人 那我不晓得他们的目的 不过就是感觉钱很多 那所以如果你有稀缺性的话 你可以考虑把盘放出来试试看 然后还有第二种 你的物业呢 保持的很好 就是什么叫保持很好 举一个例子 我讲的都是有例子的哦 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的物业 譬如说最新的物业 我们这个礼拜三刚卖掉了 在ONI HANGA ONI HANGA 那 你说它特别地点好吗 对不起 没有 没有 但是它CV价99万 99万呢 但是卖到了129万500块 129万500块 那为什么呢 它的重点 它的卖的重点 就是它本身的房子呢 的Presentation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就是 维护的特别好 装修的特别漂亮 装修的特别漂亮 那买家是谁 各位 各位会问一下吧 对不对 它买家是一个当地的鬼佬 当地的鬼佬 那可能就是downsize 因为他们年纪 那这个拍卖现场我在齁 他们年纪也稍微五六十岁吧 可能是downsize 所以只要你的物矿 物矿呢符合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稀缺性 第二个你的物业呢 维持的特别好 那你就有可能卖到还不错的价格 这两点 如果你的物业包含了这两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 你也可以看看的 如果你已经 这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第三点 我要讲第三点 如果第三点 如果你已经是投资物业的话呢 已经是投资物业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一点 只要你的现金流 现金流 就所谓的出租的租金 不错的话呢 现在也有人愿意花钱接手 ok 就是第三点 你的现金流 就是你出租物业的现金流 特别好的话呢 你们可以考虑要不要卖 就像我说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盘嘛 其实我在我的文章里面 我刚刚写上去 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房子也就只六十几万 ok 六十几万 但是他们 就是如果 我们开 他们开价是六十三万五千 六十三万五千块钱 那 就算这整个金额是银行全部带给你的 减掉 利息 保险 council rate 你一年还可以赚八千多块 还可以赚八千多块 还有 为什么值得买呢 很多人有买家就愿意买 对 还有它是所谓的角落 corner side corner side 那corner side很多人就不明白 corner side有什么好 我跟各位讲一下 corner side的好就是它 在分割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有很多的优势 因为你是角落的位置 那很多人 是懂 非懂 半懂不懂 都在说 哎呀这个水位啊 dreamage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位置不在门口 各位 很多有潜力的房子呢 它的地下水位呢 有些就在旁边 有些在你的bundry后面 就是你的房子的后面一点点 或旁边一点点 或在你前面一点点 各位 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金额是可以解决 不是很大的 离的太偏太远 那可能要考虑一下 所以不要只是听一半一半 因为最近就有人被问 哎这个地点不好 我说你告诉我什么不好 水位不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就不要投资了 那你说地的分割值不值呢 哦地地地 它又说不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说 买房子 如果你是 或卖房子 如果你是属于第三点 其实你不用太去考虑 因为其实很多人 考虑的方方面面 可能他属于中长期的持有 中长期的持有 他就值得 他就值得去 愿意去投资 加上现在利息 ASB Bank才2.69 各位 2.69 我举100万了 100万的例子来说 一年也才26,900块的利息 26,900块的利息 各位 你们有没有算过 其实一周大概就500多块而已 一周就大约500多块的利息钱而已 那 其实 你就100万了嘛 100万可以买到好多好多东西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是 有 以上三种 我再重次 三种 就是 第一种 你的土地有稀缺性的 OK 或者是房子特别破的 你又不想整理的 各位拿出来卖卖看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 你如果把你的房子卖到高的价格 你再去超便宜的嘛 再去买便宜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我放了一辈子的房子 然后就 就这样子 因为 有钱可以赚 为什么不赚呢 或者你可以换新一点的房子 如果你土地有稀缺性的话 第二个 如果你的房子呢 在一般的地区 但是你房子特别的 特别的优秀 比如说 装修特别好 比如说你是Architect Design 对不对 就是很有特色的话呢 这一类型的房子呢 当地人很喜欢 当地人很喜欢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一个礼拜在一个Onihanga 地只有410平方米的地 房子就只有三房 就只有三房 卖了129万500块钱 远远高过CV将近30万 对30万 对30万多500喔 所以就是 就是因为他是设计师 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很漂亮 但是值不值这个钱 就看谁愿意付了 但是我就说 为什么要第二点 我要强调一下 因为 很多买家 我们用我们华人的思维 华人的思维的时候 哎呦我房子值不了这么多钱 各位 不要去判断自己房子值多少钱 对不对 让我们去帮你分析看看 帮你去看看用怎么样的策略 整个怎么样的marketing 去帮你做你的房子的marketing OK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你的房子cash flow不错的 是你的投资房的 你也可以拿来卖卖看 那为什么值得拿来卖卖看 你搞不好你可以换嘛 你可以 OK 卖到好的价格 你再去抄底嘛 OK 那你说什么是 就是你如果卖到好的价格 你再去抄底好不好 这三种 如果你有以上三种房子的朋友 你可以考虑看看 要不要 要不要卖 OK 要不要卖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Vincent 可不可以卖啊 好不好卖啊 怎么样我说 我说第一个 我不是给你钱的 所以 我没办法告诉你好不好卖 但是很多时候要是评估的 还有 很多现在卖房子的人 其实心里都有价位 对不对 各位 你买一百万 你最好可以卖两百万 是不是 或不要说两百万很多点 可以卖个一百五啊 对不对 你就希望卖高点 这个我们都可以明白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卖房子 我觉得你只有三个月的window 为什么我只说只有三个月呢 这三个月呢 很多人来纽西兰 而且这些是回流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你值得卖 sorry 值得卖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这三个月里面 很多政治的因素 那我就不要讲 如果聪明的人自己可以想一下 三个月 因为这些政治因素呢 导致了什么 导致的很多人 很多人慢慢的回流 慢慢的回流 那因为纽西兰 除了几个就是安全以外 他的COVID-19 其实就是已经是零了嘛 然后加上他本身的政治因素稳定 所以呢 很多人回来了 那这些回来的人呢 其实都带的蛮多钱回来的 都带的蛮多钱回来 其实买一间一百多万的房子 对这些回刚刚回流的这些老移民呢 其实一百多万真的不是很多钱 所以如果你们有在考虑的时候 这个你们可以听听看 还有就是最新的趋势呢 房价会不会跌 这个也是常问到的问题 但我刚刚说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分开讨论 我们今天还是focus说值不值得卖 好不好 值不值得卖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屋子或 property有符合我刚刚讲的三点 你可以来咨询一下我 然后稀缺性 还有你有设计性的 设计师的或者是维持特别好的 第三个你的金油特别好 还带潜力的 你房子符合这三种 我觉得在这三个月你可以考虑放盘 如果没有的话 你的屋矿很一般 地很小 地点很差 各位 算了 就不要搞了 因为其实 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 也不会有太多的太多的 太多的可能性 我这样讲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其实回流的这些人是带钱回来的 各位 回流的这些人是带钱回来的 他们基本上对买房子呢 还是比较挑剔的 OK 他们带买房子还是比较挑剔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符合上面三项 我刚说的这三大项 你就还是长期hold吧 因为现在的利息这么低 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我一个一个打好像有点慢 我就开个直播跟各位讲 那值不值得现在卖房子 各位 就三个月的 window 三个月的时间段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Vincent怎么样 你是不是可以保证我卖到好价格呢 各位 保证不了 保证不了 因为每个人物质状况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一旦过了这三个月的 window 很多事情就会发生 各位 我跟你讲什么事情会发生 该被炒掉的 该被redundant的 所有的点点点 这些企业会发生的事情 都会慢慢的settle 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那些股票 股票的行情就告诉你很多事情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的话都是有根据的 OK 去看看Fletcher Fletcher Building之前跌到三块二级 对不对 纽币三块二级 现在已经涨到四块 又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大概就已经3.88到4块多 OK 为什么 这告诉你一件事情 政府在撒钱 撒钱干什么 救经济嘛 那所以他会 他做的事情 其实促进经济的同时 他会让很多人 有能力再去买房子 或者是因为工作稳定的 对不对 然后又有能力去买房子 对不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群人 出来买房子 那这群人呢 是当地的 是当地的 OK 这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呢 还有什么人会冲来买房子 现在呢 就是之前一直在观望的 或者是在去年回来的 观望了将近五六个月的这些朋友呢 他们也开始在冲动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在于45万到80万中间的房子 各位 没跌过价 没有什么跌过价 有些人家说 有我举个例子 哪里跌价 各位 他会跌价的原因是什么 地点不够好 地点不够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为什么他会跌价 因为他的区 地点 我讲地点不够好的原因 可能是离市区远一点 或者是偏一点 那有的地点呢 特别好 就在公园旁边 但为什么也跌价 各位我告诉你 因为区 一般般 ok 区一般般 我举个例子 Waterdown Waterdown 那里 那 那个地方属于Mini Railroad 后半部 ok 有一间房子呢 之前要价九十几万 现在要价八十九万 ok 这就是跌价 旁边就是公园喔 旁边就是公园 一大片公园 但是 在那个区 将近九十万 的价格 很多人 不愿意去买 为什么 因为 跟人家讲 可能第一个 你住的那个区好像很危险喔 对不对 第二个 那个区的学校很 一般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华人买房子 校区很重要 对不对 如果校区不是第一个考量 感觉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华人买房子 就归的几大类 要不然就是 回报很好 其实 就无非这几大类 无非这几大类 校区很好 对不对 校区很好的话 房子可以买差一点 因为钱不够多 或者是 没有什么校区 地点还可以接受 但房子一定要漂亮 这华人可以买嘛 还有一点就是 华人买什么 买这个人家 就是 投资 回报 有的嘛 这是三种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们现在有这些想法的话 欢迎有问题 可以问我好不好 然后 这是我现在归纳出来 就是 为什么这三个月是个 是个 一个机会 如果你们想试水温的话 如果这三个月过 也不要浪费 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一个时间了 为什么呢 各位我举个例子哦 喝口水先 口渴了 如果你的房子比较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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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雨的时候 下大雨的时候 下大雨的时候 去看看你们窗户边边那个脚位 会不会有水积进来 会不会剩一点点水 很多都会 你知道 很多都会 特别是老房子 这必然的 因为它的密封性已经变差了 那所以人家去看你房子的时候呢 就去看看 下雨天去看你房子旁边 漏不漏水吗 对不对 有没有水渗进来吗 对不对 这一看就直接砍你价格 所以你也不要卖了 就等夏天吧 对不对 不卖最大 各位 不是跟仲介签 不是跟仲介签的 就一定要卖 各位你们要保持这个原则哦 今天是教你们卖房子 卖房子 对OK 所以这个很大的原则就是 不要因为仲介的压力 而卖了你不想要的价格 这是最重要的 诶 这样会不会被打 Vicky不要打我 OK 因为呢 现在的状况 卖房子的状况 很多人怕签了之后 仲介给你很大的压力 给你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 本来你想卖100万 我举例子各位 本来想卖100万 嗯 然后仲介也跟你说 他大概就值100几万 OK 那你觉得 哎呀不错 听起来不错 我50万买的啊 我50万买的 OK 我可以试试看 OK 结果拿进来offer 80万 然后就跟你说 第一个礼拜给你80万 我的市场 你的市场价值值80万 没问题 不要卖就好了嘛 OK 第二个礼拜 好一点 给你85万offer 只有85万 你原本想卖100万的哦各位 你原本想卖100万 就85万 哎 第三个礼拜 我们怎么操作 就给你好一点 给你个95万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市场最高价了 你本来想要100万嘛 不要卖 好不好 就不要卖就好了嘛 不卖最大 不签最大 那 我常说嘛 你现在是四水温嘛 对不对 你是四水温嘛 所以 不要被 所谓的什么 呃 这种 人情压力 因为很多人 给 仲介卖的房子一定是你有认识的 OK 一定是你有关系的好不好 一定是你有关系 很多都是这样 你不认识一个阿妈阿狗 你会给他卖房子吗 不会吧 绝对不会各位 我要平良心讲 阿妈阿狗你会给他卖房子吗 你又不认识他 他好跟不好你就不知道 他哪根充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你绝对不会给他卖房子的 好 重点来了喔 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 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 你给你的好朋友卖 你给你的好朋友卖 你的好朋友跟你很熟 又不错 你又觉得他人好 对不对 那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每一天 都签个价格给你 每一天 一个礼拜去你家三次 每次的价格都越来越 近你的理想价格 可能少五万块钱 OK 少五万块 本来一百万才要卖 只有九十五万 Vincent每天去你家 祝达那里跟你谈 大哥 美女 帅哥 对不对 什么都叫出来了 都跟你说差不多了 真的差不多了 你签不签呢 你签不签你告诉我 你肯定签啊各位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人情压力在 对不对 第一个人情压力在 第二个 第二个 我每天就耗在你那里 你有精神压力嘛 人情压力不说 你精神压力也在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卖家 不愿意 卖房子 OK 就是你们拥有房子的人 这些就是很血淋淋的事实 也是真实的 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那我举一个例子吧 朋友 OK 只能讲朋友 不能说自己 朋友发生的例子 OK 这个业主呢 至少想卖九十万的 这个业主至少想卖九十万 结果呢 八十二万就卖掉了 CV价八十七万 CV价八十七万 为什么他八十二万卖掉呢 各位 我教你们怎么操作好不好 不是 不是教你们怎么操作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 好不好 第一个 因为这个业主 因为这个业主 他的小孩要转学区 OK 所以他必须要卖掉房子 才能买学区房 OK 这第一件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很容易卖到很差的价格 你就很容易卖到很差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你有需求 所以 我们帮你拿到的价格 就很容易跟你谈 我就每天跟你讲 哎呀 大哥 大哥你 你们再不放的话 你们那个 那个房子就买不到了 OK 你们房子就买不到了 这个客人走了 我们就找不到下一个 下一个可能要等很久 无条件 这个无条件你不签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本来想卖90万 你82万都卖 是不是这样说 这是真的 OK 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 好不好 所以 如果各位要卖房子 我教各位一招 你可以试水温 但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你急的时候想卖 千万不要因为你急的时候想卖 什么叫急的时候想卖呢 第一个 第一个 如果是 你们是比较年长的各位 听一下 不要因为自己快 快快快快 快怎么样快不行的时候 才卖嘛 好不好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嘛 慢慢慢慢的卖 好不好 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遗产房嘛 对不对 你不要把它变成遗产嘛 对不对 先花一点时间 把它卖了自己 花一点再给儿女嘛 好不好 如果你是长一辈的各位 如果没有的话 就算了 OK 你不要把它当成遗产房嘛 对不对 不要自己挂掉之后 你小孩乱卖嘛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先卖掉好不好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为什么我跟人家说 你卖房子呢 不要只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各位 卖房子的状况是这样 你怎么卖的好价格 有几个大因素 第一个 在市场上买家 对不对 买家决定你的价格 不是我决定你的价格 买家决定你的价格 第二个 大大环境 整个世界的大环境 加上纽西兰的环境 第二个 第三个 竞争对手 你的竞争对手 同时间在你区里面 如果人家房子比你 地比你大 房子比你好 只卖一百万 你的地比人家小 房子比人家烂 你要卖一百一十万 各位 别闹了好不好 是不是 所以 各位 给自己六个月的时间嘛 给自己至少六个月的时间 卖个房子 重点是 卖到好价格 其他都假的 好不好 其他都假的 不要去说 你这个不卖 这个没有机会 各位 没有这回事 房子hold越久就是赢家 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听过从2000年hold房子hold到现在赔钱的 没有 ok hold的住就是赢家 好不好 所以 卖房子的 有房子要卖的 记得一件事情 hold的越久就是赢家 但是如果 你想赚钱 那就需要转动 ok 如果你想赚钱 就需要转动 转动的目的是什么 把买来的房子高价卖掉 再低价去砍人家 各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绝对有好不好 绝对有 但是 这种你就需要一点勇气嘛 找到你适合的 适合的仲介去帮你 不要push你 ok 千万 不要找一个push你的仲介 好不好 因为实在是太 XXX讨人厌了好不好 因为 对 因为 算了不讲太多这个事情 所以 如果你要计划卖房子的朋友们 给自己至少六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你是年长的朋友们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我就是要卖这个价格 我慢慢卖 对不对 哎呦 但如果我们跟你 如果有中间跟你说 市场不好 各位 不要卖 我等两年不行啊 等两年 搞不好房市大涨 你多赚十万 对不对 所以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只是听一面之词 但是 如果你有 刚性需求的时候 各位 如果你有特殊理由 要卖房子 特殊理由要卖房子 各位要记得一点 要记得一点 你一定要找你信得过的 仲介去沟通一下 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方式 去卖你要的价格 ok 还有 也要卖房子的朋友们 有几个重点哦 这个已经是实验过的哦 已经是实验过的哦 嗯 这个是 就是 是哪个team我不说 但是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已经实验过这个事情 怎么样把你的房子 卖到最好价格呢 绝对不是仲介跟你说 我贴你marketing 我帮你做广告 各位 你一定卖不到好价格 他只是为了拿你盘嘛 我他妈的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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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讲这样话 呃 如果是我贴钱 for example 就举个例子 如果是我贴钱去卖你房子 各位 我贴钱卖你房子 第一个 我承担的压力 对不对 我还没赚钱 帮你跑 帮你开车去给人家看房子 开房子 你希望我怎么对你呢 我当然会对你好啦 对不对 那后面反过来 哎呦 我的天哪 怎么还不卖怎么还不卖呢 哎呀 投资这么多钱 各位 每一个仲介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很正常 但是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 你觉得你的房子 能卖到好价格吗 你觉得他可以跟你耗三个月 他可以跟你耗六个月 他可以耗九个月吗 不可能 为什么 花了时间 又花了钱 结果你的态度又不愿意卖 那每天干嘛 轰炸你 好不好 就是轰炸你嘛 对不对 哎呀 输 哎呀 真的还不卖吗 真的可以了 概念很好了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 我看到外面现在很多仲介呢 也贴钱 对不对 对啊 不用你出marketing啊 那你觉得你的marketing成效会多好 绝对很少嘛 这东西 而且各位记得一点喔 做marketing的时候呢 仲介就是不能从中拿commission的喔 如果他拿commission 你是可以告他的OK 你是可以告他的喔 所以仲介不能从其中的 他做的activity里面去收取 赚取费用 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所以你不懂的话 我告诉你 没关系 所以呢 如果你要求 要free marketing啊 什么 可以啊 给你的话 我跟你讲 你可能省了 一开始省了 两千 三千 我告诉各位 你赔的就是 两万 三万 四万 好不好 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 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的 我们都是做生意的 好不好 OK 不要那种 听那种什么 哎呀 姐我跟你讲 我帮你搞定 那个钱我也帮你出了 各位 如果特别是这样子的人 你特别要考虑一下 对不对 钱都还没赚就掏钱 OK 第二个 钱都还没赚就掏钱 你觉得他希望帮他什么 你希望他 能帮你卖什么价格 如果他连自己 自己的 基本的收费 都不能帮你defense 就是帮人 维护他自己的 自己的那些价格的话 你希望他帮你维护你的价格 各位不要做梦了 好不好 不要做梦了 他自己都维护不了自己的行情价格 你真的希望你的房子给他卖 他可以跟你说 一百万 可能吗 可能吗 你希望一百万 你拿的价格全部都是很低的 85 80 95 很多人说 Vincent你瞎说 我每次价格都卖得不错 各位 各位 当你的房子有以上 我刚刚说的前面三种的时候 你房子自然就卖高价了 对不对 稀缺性 对不对 第二个 设计师设计的 维护特别好的 第三个 现金流特别强的 你自然就卖高价 那不是因为他厉害 那不是因为他厉害 是因为你的物业值 OK 是因为你的物业值 这个钱 各位 所以不要被 被呼隆了 OK 不要被呼隆了 那 在这里想跟各位说的就是说 很多事情呢 其实 感觉上的表面是 看不出来的 下面都是暗涛汹涌的 OK 特别是卖房子这一块 中介这么多 中介这么多 你找谁呢 对不对 Anyway 我们今天就解答 就是 这个时间适不适合卖房子 那我已经讲很多 很多细节 如果各位想卖房子 听一下 OK 再听一下我刚刚说的 好不好 好 那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啦 那也 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好不好 那 如果有问题 再留言给我 OK 好谢谢 要去Open Home了 OK 拜拜